中文字幕——YK 这是一片面积虽小,却拥有无尽文化遗产的土地 这是一个地中海上著名的现代化国家 这就是塞浦路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和热情好客传统的欧洲国家 作为地中海第三大岛屿,塞浦路斯既是完美的旅游胜地,也有理想的投资环境 塞浦路斯是欧盟成员国,位于三大洲交界处 是连接亚、非、欧和中东地区的重要商业港口 它拥有两个国际机场 现代化高速交通网络,以及多功能港口设施 我们之所以选择塞浦路斯,主要是因为它接近欧洲、中东和北非主要能源市场 其次,能够在免税区运营意味着我们拥有极大的税收优势 更重要的是,我们注意到了这里强大的人力资源 塞浦路斯拥有透明性极高的法律法规制度 由普通法发展而来,与欧盟法律体系融会贯通 塞浦路斯加入了欧洲货币联盟,于2008年开始使用欧元 强大的国家信贷评级和宏观经济指数反映了其经济的活跃程度 塞浦路斯拥有繁荣的市场经济体系,10%的公司税收为欧盟最低 它还和全球40多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这里拥有极强的电子通信和基础设施 以及高教育水准的、活跃的、创新型的人才市场 塞浦路斯在很多国际排名和基准调查中都持续高居前列 其中包括世界银行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和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 这充分说明了塞浦路斯是一个值得尊重和信任的国际成员 充分发展的银行业全方位覆盖了公司和个人的金融需求 高学历并经过严格培训的专业人才 拥有法律、财务和商业服务方面的专业技能 毫无疑问,我认为塞浦路斯已经在欧盟范围内将其自身打造成为金融中心 我们在塞浦路斯经常可见高效的公司结构和稳固的个人财务计划 塞浦路斯起到桥梁性的作用,连接古老的东西方 这里现在拥有规范和完善的基础设施 加之欧盟最低的税收率,以及之前提到的地理位置 我相信塞浦路斯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靠而完整的商业平台 基于以上所有原因,双方的企业家都相信在塞浦路斯发展商业非常具有吸引力 全面的专业服务还包括船舶管理 塞浦路斯是高声誉的国际海运中心 是世界十大海运大国之一 其商业船队拥有2170多艘船只 净重达到4300万吨 过去的40年里,塞浦路斯已经发展成为了欧洲 以及世界范围内领先的船舶管理中心 这里有高教育水平的英语员工,很大的税收优势 这使得塞浦路斯适合开展海运商业活动 更重要的是,塞浦路斯与世界许多海运大国都签订了双边协定 这使得海运活动的开展更为顺利了 塞浦路斯与其他国家的人为了公司 这使得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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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决定 130多家船主公司、船舶管理公司和海运相关公司 都在这里进行国际商业活动 而大多数世界最大的船舶管理公司 已经在此正式建立了办事处 大覆盖面海底电缆网络的建立 以及与主要卫星系统的成功连接 使得塞浦路斯成为了东地中海地区 一个重要的电子通信港口 信息和知识是高竞争力和可实习性经济发展 以及社会繁荣的主要动力 塞浦路斯致力于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 特别是通过外国投资 我们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即人力资源 对这项资源的充分利用与发展 是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要素 这也是为什么塞浦路斯接受高等教育人数比率 在欧盟国家中高居前十位 生产或销售在知识性和专业性方面 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务及产品的公司 可以充分利用这些高素质人才 从出色的人才到瑰丽的文化 塞浦路斯在向世界发出衷心的邀请 即高档次的社会生活 优美的自然风光 和人民的热情好客于一生 塞浦路斯是生活的理想之地 优美的自然风光 更为重要的是 塞浦路斯也是投资的理想之地 在各个投资领域 为投资者提供无尽的优势 塞浦路斯充满信心的投资 赞浦路斯充满信心的投资者提供 赞浦路斯充满信心的投资者提供